假如中国的僵尸遇到西方的吸血鬼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就连作者都将其成为是一部沙雕漫画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作者在准备新故事的时候突然灵光一现 就顺手瞎话了一个沙雕故事 咱们也顺手给他个面子 瞎看看吧 不过也不知道这个沙雕故事的主角是谁 有多沙雕啊 僵尸和吸血鬼的相遇也是极其沙雕 一天僵尸走在路上 躲在柳树上的吸血鬼突然出现 我要吸干你的血 僵尸不但没被他吓到 反而将柳树使劲一拉 想要将那吸血鬼甩飞了出去 那吸血鬼不但没被甩飞 反而被柳条拴在了柳树上面 还口出狂言 等我下来就吸干你 僵尸没再理会他 这人怕不是个傻逼吧 然后扭头往回走了 这天僵尸在自己家门口晒太阳 一旁的吸血鬼突然走了出来 我出吻给你了 你把一血给我 僵尸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解开自己的衣领 指着自己被咬过的脖梗 示意让吸血鬼做一口 吸血鬼有些猛逼 那里是大动脉吗 看到吸血鬼迟疑 僵尸暖心地问道 需要吸管吗 此时此刻 吸血鬼的心中 突然芳心涌动 有点感动是怎么回事 就在吸血鬼接过吸管 对着僵尸的脖子 一阵猛作的时候 僵尸的皮肤突然泛起皱纹 显然是快被榨干了 吸血鬼察觉到后 赶忙停止了嘴上的动作 僵尸才慢慢地恢复如初 原来活人才有鲜血 就像一满盒牛奶 僵尸没有鲜血 就像一只空盒 一吸就会皱起来 听完僵尸的解释 吸血鬼还是有些担心 可我吸到你脖子里的东西了 谁知僵尸的下一句话 直接给他整猛逼了 原来吸血鬼吸的是僵尸的不明液体 吸血鬼突然从僵尸身上 掏出一个木塞 这是什么 那是我的陪葬品 此人下葬塞酒空用的玉塞函 吸血鬼一脸的诧异 可是你身上没有塞子 僵尸则是表示 为了美观 只塞了隐秘处的两窍 吸血鬼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僵尸 隐私的地方 莫非不是塞的菊花吧 僵尸直接打断了吸血鬼 你个傻逼 那是耳塞 吸血鬼指着僵尸破口大骂 谁他妈谁给你脸这样说我 这天僵尸在睡觉 吸血鬼在一旁炖起了火锅 吃着火锅唱着歌 开始了自己愉快的一天 来自川鱼鼠地的吸血鬼 吸血鬼正在用喝底料的方法 回味火锅的美味 就是将辣椒掐头去尾当吸管 看着一旁的僵尸 你真的不能吃东西 你要错过我的鲜血涮涮锅了 僵尸突然回过头来 拿出一头大蒜递向了吸血鬼 下一秒 吸血鬼瞬间没了人影 你他妈真是个傻逼 不知道大蒜是吸血鬼的克星吗 在东三省入土为安的僵尸 十分怀念在老家包蒜的日子 僵尸一脸猛逼他为什么走了 吸血鬼跑走后 僵尸开始黯然神伤了起来 故人早亡 无人祭奠 以蒜瓢为纸钱 聊以自卫 情道深处的时候 吸血鬼突然哭着跑了回来 看着吸血鬼手里的纸 你跑走是特意为我买纸钱去了 吸血鬼拿起叠起来的餐巾纸 这正是买来吃火锅擦嘴用的 再加上被辣椒熏出来的眼泪 缓缓地鞭道 是啊 这些是纸钱 你没朋友真悲惨 以后我多来祭奠你 心想 不能告诉他 我是为了吃完刚才的火锅 僵尸也被吸血鬼的话深深感动 直接将一头蒜扔进了火锅里 谢谢你我的朋友 我请你吃我的蒜 这天僵尸指着吸血鬼头上的脚温 这是什么 孙 指甲套 还是尖角翠 我叫他JIO 在我还是一只普通鬼的时候 他就在了 是这样的 鬼和鬼之间也会分强弱 当我们为捍卫荣誉而战的时候 就比一笔谁的 JIO更长 轻点哦 我的 JIO还很嫩 万一坏了 要等一百年 才能重新长出来 正在吸血鬼引以为豪的时候 只听喀巴一声 那吸血鬼的 JIO便被僵尸拔了下来 僵尸尝试性地准备将 JIO给吸血鬼按回去 满脸猛逼的吸血鬼 此刻再也忍不住了 下一秒便嚎啕大哭了起来 哇 你陪我JIOJIO 面对嚎啕大哭的吸血鬼 僵尸随即顺手 抄起一朵小红花 插在了断裂的JL上 下一秒 吸血鬼停止了哭泣 指着自己头上的小红花问 好看吗 僵尸看着如花似玉的吸血鬼 笃定地回复了句好看 看着眼前只有三岁智商的吸血鬼 很是紧张地期待着吸血鬼下一步的反应 下一秒 吸血鬼这个二逼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过了一阵后 这两个二逼 竟然还给吸血鬼的脚立了个背 安息吧 这个家伙已经死了 没办法载他来祭你的冤魂了 安息 你的接班正要长出来之前 我会替你保护他 吸血鬼听罢 突然站了起来 算你有自知之明 以后不许离我太远 走了几步的吸血鬼突然回头 冲着僵尸大骂 你个傻逼 说好的保护我呢 快过来呀 这天吸血鬼带着僵尸回了家 你的破坟头条件太差了 跟我一起奔小康吧 这是我家 是不是很华丽 住下来吧 穷鬼 我屈尊将棍 跟你分享我高贵的床 僵尸听罢 直接答应了下来 不过我认床 要搬自己的棺来睡 无奈 吸血鬼只能跟着僵尸 再次来到坟头 你哪有棺 不就这个土坟包吗 随时 僵尸打开的机关 只听轰轰一声巨响 地上一个巨大的暗道显露了出来 吸血鬼跟着走进去之后 看着辽阔的地宫 整 整个地宫都是你的 嗯 不止 沿着这条龙脉群山底下 全是我的林木 这直接把吸血鬼给听猛逼了 你 你死前什么身份啊 僵尸淡淡地说到一个王爷 哇哦 是王公贵族呢 王爷睡这么大棺材吗 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官 能睡两个人 所以很大 吸血鬼听到这 突然变得凝重了起来 你已婚了 那你为什么还来欺骗我的感情 你已婚了 不要碰我 等一下 我到死都是光棍 没有人跟我合葬 那你干嘛用双人关 因为死了 也想睡双人床 盖上盖儿躺里面滚 很爽 吸血鬼表示 嗯 我也喜欢滚双人床 僵尸听罢 直接一把抱起吸血鬼 你干嘛 带你滚一个 吸血鬼突然害羞了起来 你竟然还会公主抱 刚害羞完 突然感觉到什么地方不对 为什么突然蹦起来 骨头都颠散了 僵尸直接来得去 高兴得有些原形毕露了 过了一会吸血鬼突然问道 对了 说起来 你当初是怎么死掉的 当初 我清静全部身家 建造这个灵情 然后建完舍不得走 天天搁坟里躺着 有一天丫鬟 换班不小心把木门关了 我憋死了 心酸 让我也进去躺躺 说吧 两人便进了棺材 滚床单去了 一觉醒来之后 僵尸问 你又是怎么变成吸血鬼的 吸血鬼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猫说 拜他所策 这是真猫 是真猫 所以 到底是怎么变成吸血鬼的呢 其实那天的场景 还有些似曾相识呢 那天吸血鬼出门散步 看到猫咪被倒挂在树上 你好厉害 还会倒挂着 我也想学会倒挂 下一秒 猫咪直接对着吸血鬼的食指来了一口 一血就这么没了 我就这样被一只猫出拥了 并且学会了倒挂 听完吸血鬼的经历后 僵尸若有所思 拿着斗猫棒挑逗着猫咪 这猫是吸血猫 神奇吧 我原本是孤儿 吸血鬼是出雍指为长青 这样算来 他是我爹爹呢 下一秒 吸血鬼拿着猫看向僵尸 我爹爹是不是很可爱 僵尸突然严肃了起来 赶紧收起斗猫棒 并且恭敬地喊了一句 爸 一天 一个盗墓贼闯进了墓穴 终于进了传说中贯穿整条龙脉的大墓了 开棺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说着便一把将棺材推开了 看着里面的僵尸和吸血鬼 在座深入交流 直接一下合上了棺材 淡淡地说了句 打扰了 刚才棺材里的那两坨是活物吧 看到自己的雅性被打搅 僵尸直接推开棺材站了起来 那人听到动静后 目主起呼 我高价买来的黑驴体子 终于派上用场了 说吧 直接将黑驴体子一下扔到了僵尸的脸上 吸血鬼从里面探出头来 这黑悠悠的是什么 僵尸拿着黑驴体子 慢悠悠地朝着那人走了过去 看着缓缓走来的僵尸 惨了 接个怕是要交代在这 祭瓶请放隔壁耳室 出门诱拐第三间 等等 这不是祭 话还没说完 很久没人带礼物来祭奠我了 谢谢 一旁的吸血鬼 一副期待的表情说道 谢谢你哦 留下吃顿饭吧 那人拿着手上的黑驴体子 您太客气了 当看到墓室里堆满了黑驴子后 竟然存了这么多黑驴体子 嗯 都是心意 要留着 看来是大有修为的僵尸 幸亏没有正面对峙 僵尸回头突然说道 不过你的蹄很特别 他很喜欢 特别 说来确实 我的蹄怎么和这里的不一样 你带黄豆和粉条了吗 猪蹄汤要加这两样 才炖得鲜美 猪蹄 难道那爱千刀的倒是 给我的是黑猪蹄子 你居然藏了这么多驴体 能熬不少我爱吃的恶骄呢 商量一下 这一屋子你也炖不完 能不能 僵尸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了吸血鬼 嗯 这些都是你的 哇太好了 最爱你了 说着 直接亲了僵尸一口 这个猪蹄汤真香 以后再给你做 此刻的盗墓贼 显得是那么的多驴 吃完饭后 作为报酬你可以带点我的陪葬品走 真的吗 嗯 你去牧师里挑吧 太棒了 这里牧师这么多 肯定很多好东西 啊对了 东边那几间就别去了 我搬过来之后 当洗衣房了 没关系 还有这么多牧师呢 值钱的肯定在后面 还有西边的那间牧师要小心 我爸咬人挺疼的 我失望了 失望透顶不经意地走进一间牧师 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好啊 你又背着我 囤积大算 现在 立刻马上丢掉 我不 那盗墓贼 终于找到一处高大的门 这间一看就是装高级陪葬品的墓室 这个不行 里面藏着我的珍宝 不愿拱手让人 盗墓贼不满了起来 可是 珍宝才有 带走的价值呀 你可以拿点我不真实的宝 比如这些 说着便拿出了一堆古董 盗墓贼接过物品后 太棒了 我真的可以拿走吗 谢谢你 原来被僵尸一指视如珍宝的东西 竟然是吸血鬼的脚 我这就回地上去了 吸血鬼夫妇挥手告别 慢走 以后常来 多谢款待 那我走了 就当盗墓贼刚转身的时候 吸血鬼突然叫住了他 麻烦帮我们把生活垃圾带出去 当男人准备拿着一袋子蒜皮和猫屎 准备离开的时候 吸血鬼又叫住了他 指着墙上的火把 帮我们关下灯吧 男人帮忙把灯熄灭后 我真的走了 吸血鬼再次叫住了他 男人显然是在破坊的边缘了 又怎么了 下回带只土鸡来吧 我想做小鸡炖蘑菇 顺便烧点血豆腐 山椒和小米椒 好久没颗泡胶质了 啊对了 死了之后皮肤容易皱裂 能送 能送点擦手油吗 干脆给个联系方式呗 有什么需要我喊你带购 男人出了牧室后 还真的成为了两人的快递员 快递又来了 可能是咱爸的猫杀 这就去拿 我这次凑够了九十九块 是不是可以包油了 鲜血晚宴 就是上等吸尔鬼的聚会名流 元老都会出座 所以着装也有严格要求 僵尸开口问道 你属于哪只贵族 吸血鬼刚想装逼 转念一想 对哦 我不是贵族 我的爹爹甚至是只猫 只能传给我一身猫猫 更别说家传礼服了 不合条件 去不成宴会了 僵尸突然淡淡地说道 他们要求的那种衣服 我有 可你不就一堆丝款大褂吗 我还帮你洗过呢 僵尸带他来到书房 你有这么多玉冠华服 还穿大褂干嘛 因为生前都是丫鬟帮我更衣 死后 大褂是我唯一会自己穿的衣服 半天之后 吸血鬼换上了僵尸的长褂 终于穿好了 好看吗 对了 晚宴可以带一个同伴吗 好苦恼哦 带谁好呢 面对吸血鬼的撒娇 僵尸一把抱住了他 深情地说了句 待我 吸血鬼心里一阵美滋滋 那我帮你换身衣服 不挂子太寒酸了 还有你的皮肤清了巴唧的 我再给你铺点粉 也不要憋着辫子了 带一发关 好了 转过来我看看这身怎样 吸血鬼一把推开了僵尸 不带你了 你妨碍别人欣赏我的美貌 换好衣服后 我们怎么去 地面堵车 地铁更快 但要翻山越岭才有站点 也很麻烦了 僵尸呆萌地看着吸血鬼 地铁 吸血鬼以为僵尸不懂 就是一种在地下跑的交通工具 下一秒 僵尸突然拉起吸血鬼的手 朝远处走去 当年怕死后太寂寞 特意把林寝连接人流密集的交通要道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这里依然是交通要道 你这都没被挖出来 你是土博蜀国的王爷吧 两人就这么搭着地铁来到了宴会 是金光闪闪的宴会厅啊 突然一旁的服务生走了过来 先生 来一杯冰激为酒吗 僵尸接过一杯后 拿出一个茶壶 并放入红枣 桂圆 枸杞 将红酒也倒入了茶壶里 放在蜡烛上煮了起来 片刻之后 僵尸拿着煮好的茶酒 喝点热乎的 对身体好 进入宴会之后 一堆人围在一起 再攀比自己的出身 旨在当地有名 地位太低 你的长青能多有名 我的母亲 大家一定都认识 是台利斯大人 台利斯大人来了 那女人对着旁边的人吼道 说了多少次要随手关门 一点教养都没有 一旁的吸血鬼问道 那人就是血族圣母台利斯大人吗 没错 我的母亲可是现今辈分最高白吸血鬼 出庸过的后代遍布五湖四海 失敬失敬 果然是名门子弟 对了新人 你是哪家的 我的父亲是现今 最可爱的吸血鬼 众人见状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什么玩意 原来是只破猫 台利斯突然走了过来 母亲大人喜欢吗 我可以买下来送给您 下一秒 那台利斯突然抱起猫咪 爸爸 终于又见到您了 这就是当年初用我的吸血猫 孩子们 向老祖宗问好 这直接把场上的人给看猛逼了 无奈地喊着 老祖宗好 看着吸血鬼没有说话 那人问他 你怎么不问好 原来是弟弟啊 孩子们 也向小舅舅问好 原来吸血鬼和台利斯是姐弟关系 众人赶忙大喊 小舅舅好 你回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姐姐 血族圣母台利斯大人 台利斯见到僵尸后 很是惊讶 王爷 您还没死透吗 僵尸看着台利斯 是你啊 你头发变了色 我一时没认出 众人瞬间沸腾了起来 他是什么人 他竟然是台利斯大人的故人吗 你生前就认识台利斯大人 嗯 他以前叫小翠 是我府上的丫鬟 后来我搬进灵寝柱 他也跟来守墓了啊 说到守墓 当年你的卖身器到期了 我带在身上 想还你来着 结果还没给 就被你随手关了木门憋死了 说着便把卖身器递了过去 快拿着吧 这么多年 幸好没丢 锋利够吗王爷 很够 但我本身就凉透了 还是给你弟弟删吧 母亲大人休息一会 我来接替你吧 也好 我跟父亲去叙叙酒 这位主爷可真英俊呀 让我尝尝你的味道怎样 一旁的吸血鬼见状 直接冲了上来 一把打开了那人的手 直接拉走了那人 干嘛 小舅舅怎么欺负晚辈 手腕好痛 我这是为你好啊 大外甥 那家伙可难喝了 他都过期几千年了 浑身上下都是失业 当初我只吸了一口 就拉了十天肚子 不要重蹈覆辙了 僵尸走过来后 显然是听到了 是啊 我很难喝 哎呀 可你别的地方哪都好 你还是我的朋友呀 僵尸显然是生气了 大声点 耳朵被失业堵住了 听不清 一旁的男人突然拉走吸血鬼 这人条件好吗 做什么工作的 有多少瓶的城堡 城堡的地理位置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一直给你喝过气的血吧 吸血鬼赶忙转移话题 那个 你发现没大家都不见了 孩子们都变成了蝙蝠 在进行翅膀选美 你们不去吗 什么 我绝不能缺血 今年特地镶了钻石翅膀呢 小舅舅你们聊 我先走了 你也能变成蝙蝠吗 不知道哎 台里斯突然说道 当然可以了 还可以带王爷一起飞 蝙蝠形态的血族 是力大无穷的 下一秒 吸血鬼直接变了一个猫头鹰 我们是出自一脉高贵血头 我想把爹爹接走两天去叙旧 春节连着情人节 你们两个好好过吧 姐姐显然是同意了这门轻事 僵尸直接答应了下来 僵尸送走猫咪之后 告诉吸血鬼 爸要出师屋以后才回来 怎么回事 多了猫耳和尾巴 是变身的后遗症吗 哎 等等 别闹 先帮我看看怎么变回去 僵尸直接一口咬在了吸血鬼的脖子上 今晚爸不在 臭到事 起来 你卖给我的驴体 竟然是假货 这话说的 怎么叫假货 那明明是黑猪蹄子 我带他捣抖 差点挂在墓里 捣什么抖 那猪蹄是给你炖粉条用的 你炖了吗 嗯 炖倒是炖了还挺香的 那不就完了 等等没完 这是你第几回卖假货给我了 那我补偿你 来摸摸 说着便把手伸进了衣服里 吓得盗墓贼赶忙闪开 你干嘛 我是正经人 你他妈想哪去了 我是让你摸个纪念品拿走吗 新到的洛阳产多深的老坟都能刨开 来一套波 别又想坑我 越来越抠门了 上次那把绿的还配个小桶呢 而且现在我改行代购了 上回到的墓主两口子要一盒麻将 真是的 死了都要买 我干活去了 拜拜 麻将帮我留意一下 这小贼脑子不好使 得看着点 可别被启示的老将吸了惊气 再说 真能收个一将半鬼 我就能晋升成真道士了 咦 没电了 糟了 去哪充电呢 背后的道士走了过来 直接敞开衣服 需要电瓶吗 电动车电瓶 1998元 看在是老客户 来怀里莫优惠券 每满500减30 盗墓贼看着道士 可是 有你还要电瓶干嘛 盗墓贼坐上车后 起快点了 闭嘴 我凭什么要送你 那你倒停车呀 不还是嘴上说不要 脚下用力灯吗 你别跟着了 下面黑 摔坏了脸 没法卖火 道士还是走了进去 这墓这么大 看来墓主来头不小 吸血鬼看着眼前的道士 又下来一个生人啊 这是墓主 什么叫右下来 难道那小贼 看来得认真对付 就在道士掏法器的时候 僵尸突然出现 加上你就正好够了 果然是要吸精气 冷静 见机行事 不知那小贼现在如何 走进一间房间后 搓麻三缺一 他们就把你交进来了 僵尸小声地告诉道士 坟里有无限王 密码是算香吸血鬼 道士很是不解 不知为何 莫名其妙在墓底打起了麻将 不一会的功夫 道士竟然十连胜了 而且赢得很快了 你怎么把把都输啊 没想到这么难 生前皇兄他们都让着我 说起来 我来时看见有牧师 口制了一堆镇木兽 这把我想要那里面的宝物 那个 不行 那是人家的珍宝 不会给你的 你这小贼 居然向着别人 这个不行 总有别的高级牧师 说好这把鸭的大宝贝 牧主总不能言而无信吧 嗯 说得对 随我来吧 拐来拐去这么久 还没到 你莫不是骗我 因为格外珍贵 所以放得深些 这里有我冒着生命危险 留存下来的宝物 价值几乎等同 你说牧师的珍宝 放心 我会好好珍藏的 只能拿一头 不然余下的不够我包了 你在耍我吗 且不说你已经死人一个 囤大蒜能有什么生命危险 倒是花音刚落 吸血鬼突然跟了过来 又囤大蒜了是吧 僵尸无奈地看着道士 莫 危险来了 僵尸无奈地看着一旁的吸血鬼 商量一下 关于算 算什么算 居然偷摸存了这么多 先丢出去再和你算账 僵尸落单了 正好趁机收了他 这位牧主 启师这件事 损人不利己 我还是祝你入室为安吧 为你怎么回事 干嘛收我金主 代购费还没给呢 你是不是没脑子 启师的僵尸会吸人精气 那些黑驴体子 八成是牺牲品留下的遗物 脑后带着阵尸符 却行动自如 更说明是法力莫测的千年老僵 你躲远些 别受波及 那盗墓贼突然揪住道士 我哪里没脑子了 退后 他接服了 接服会怎样 没有符咒压制他 也就没了束缚 会更加棘手 不过怎么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 只听嘎达一声 带着头花打架不太方便 还是摘下来 你的发架有点旧了 我这里有新的买二送一 自从清朝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这个头花 你怎么会有一样的 清朝僵尸脑门划六 不好贴服 我祖爷爷就发明了发架款 方便道有 可惜祖爷爷没法力 服只能当头士 就滞销到现在了 这套我都要了 不用找零了 好 多谢老板 虽然是老客户 价还是要打的 随我回归城市吧 僵尸表示 可我怕把你打坏了 说着一把抓住了浮沉 还给我 这个样品好贵的 弄坏了工厂不给出货了 僵尸抢过浮沉之后 真好玩 这个怎么卖 看来要使出真家伙了 就用这把祖传的桃木剑收了你 说吧 直接拿出桃木剑 扑呲一声捅向了僵尸 可算丢掉了 再让我抓到你屯蒜 我就扒了你的皮 当看到倒在一旁的僵尸 吸血鬼突然怒了起来 倒是看着吸血鬼 怎么回事 这股压迫感 你竟敢捅他 看来这座灵寝要多个陪葬品了 血液的诅咒赐予我极上法力 我要你饱受无尽的痛苦 下一秒 那吸血鬼的法术 直接在地上召唤出了一个猫头 爹爹 寒尔学艺不经 只会变猫猫头这一种法术怎么办 下一秒 僵尸直接站了起来 弹着身上的桃木剑玩了起来 吸血鬼很是不解 为什么被捕了还能玩这么换 别担心 我已经死了没有痛觉 也不会受伤的 但这可是桃木剑啊 没多名贵吧 我的关还是檀木的呢 不是价钱的问题位 看 没感觉的 别担心 吸血鬼担心地说道 不许这么玩 如果没事就拔出来吗 等等 不能直接拔 下一秒僵尸直接泄了起 吸血鬼见状大哭了起来 这可怎么办 全身都瘾了呀 僵尸淡定地说道 别急 还记得当初你吸我血的情形吗 记得 你说自己像个牛奶盒 所以 漏气的话吹鼓就好了 就这样 吸血鬼帮僵尸吹了起来 看 身体鼓起来了 怎么感觉两边不一样大 揉一揉就均匀了 吹完之后 吸血鬼打量着僵尸 可是脸还是皱的呀 僵尸表示 伤口离脑袋太远 换个近一点的洞吹 小哥走了过来 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次的货九折包有 小哥拿着道士 顺便问下 这家伙怎么变回去啊 也中了吸血鬼的诅咒 只有真爱之吻才能解除 吸血鬼吼道 找不到的话 你就做一辈子猫猫头吧 我可不知道他真爱在哪 不过圆滚滚的怪好玩的 先拿回去盘一盘再说 然后拿着道士离开了牧室 小哥躺在道士的摊位上 假货贩子 你也有今天 真爱之吻才能变回原形 不过你的真爱是谁啊 话音刚落 小哥手一滑直接将道士摔到了脸上 诅咒解除了 臭道士这么快就找到真爱了 僵尸一把将他拉了进去 别管他 我觉得我还有点瘪 吸血鬼也是无语了 到底哪瘪啊 我嘴唇都吹肿了 这个怎么用 那个 你能帮我装扮成惊人的样子吗 行呀 你要出门吗 皇兄的忌日到了 我想去看他 皇兄 怎么不早说 哥哥爱吃的东西都没准备 我这身衣服会不会太招摇了 我的香水呢 跟你住久了一身蒜味 僵尸突然走过来说道 不用紧张 咱们不跟皇兄见面 因为他的皇陵被惊人发掘 成了旅游景点 咱们只能办成游客 买票去博物馆 看看他的遗物 吸血鬼直接表示 扫墓还要买票 咱们好窝囊啊 找个导游吧 皇陵太大 我不认路 还是不是你自家的坟啊 皇陵深度游 带您体验摸金笑味一般下斗的快感 细致讲解实惠团废 另有精美纪念品出售 原来开旅游车的 是快递小哥和道士 你不在牢山卖假货了 你们不找代购他就失业了 我跟他合伙 来这里创业 吸血鬼直接吐槽了起来 谁还敢找他 纵容家属上门补客户 我的错我的错别生气 这趟深度游给你们免费 吸血鬼很是不解 不过你这么快就得到真爱之吻了 是他砸我嘴上变回原形的 你这法术有质量问题吧 小哥很是纳闷 干嘛都不说话 被我说中了对不对 吸血鬼心里在想 加油啊兄弟 祝你们幸福 吸血鬼看着一旁的道士两人 紧去打倒洞 你们真是神仙 道士表示 深度游 当然要下到墓里才够深吗 你家祖传的坟头 蹦迪士入口都被保护起来了 不打洞怎么进地宫 话音刚落 小哥直接跳了进去 我先下去了 你们跟上 都下来之后 等会儿见了宁哥 帮我讨两件名气行不行 也抱太大希望 我生前跟皇兄的关系 并不太好 为什么呢 若是因为皇位之争 你会笑我吗 不会 死后还执着囤算 活的时候 有点追求很正常啊 所以囤算是许可啊 想得美 快说正事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与皇兄的皇位之争 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皇儿们呈上字帖来 让父皇看看 谁的文韬能继承大统 父皇 还是连字都写不好 实难继承大统啊 哥哥只是写不好字 而我根本不写人字 孰幽孰猎父皇明鉴 皇儿们快将这次 秋围的猎物呈上来 看看谁的骑射之功能 继承大统 孩儿逮了一龙锅锅 给您斗乐 为他黄瓜条就行 只能逮些小小重制 继承大统 还务必弟弟 看到他们两个这么迁就 皇上直接被整无语了 怎么有股臭味 只见僵尸端着一个碗 孩儿捞了一兜螺丝 做了螺丝粉吃 父皇和皇兄要来点吗 闻着臭吃着香 就这样 他因脸皮烧薄于我 输掉皇位闪必赛 所以你俩 是抢着不当皇帝啊 我只想找个貌美王妃 安居乐业 可惜没成事就死了 然后害羞地偷瞄向了吸血鬼 没想到死后居然圆梦 吸血鬼看着他 咕什么呢 怎么声音越来越小了 僵尸赶忙转移话题 这道门后面 就是皇兄的牧师 好气派 臭倒是快来 咱们找找进去的法门 那你哥继位之后 有没有记恨往事报复你 僵尸淡淡地说道 有道有 但也不算报复吧 一日早朝上一个大臣 祈禀圣上 臣有要事相报 何事 说吧 您在御花园里种的大葱 不知被谁拔了数千棵 跑土施肥 换成大蒜了 贤弟不必待在京城了 发去关外就翻吧 就为这发配兄弟 哥哥也太小心眼了 倒也不尽然 我到了关外才发现 他早在东北的山头 为我种好了曼山大蒜 所以 我真目不清黄兄 对我什么态度 我觉得他还挺爱你的 就是表现得有点你爸 另一边 只听嘎吱一声 倒是两人直接打开了棺材 僵尸直接洒起了蒜皮 黄兄 时隔百年 一家人总算再次团聚 哥哥放心 我把你弟弟保养得油光水滑 不信你乍尸起来看看 喂 别带你爸靠近棺 不然真会乍尸的 为什么 只听一声爆炸 黄兄直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原来是贤弟啊 怎么是这种炸尸啊 可能是天气干燥 你爸身上静电太多了 黄兄 你的面相为何如此年轻 难道你也不是寿中正寝 黄兄梳着头发说道 我不过比你晚死半月 当然年轻 僵尸很是不解 怎么会 是害病 战乱 过劳暴毙 你莫名亡故 我很伤心 常带你王府的救人 去自己的灵情里 参悟生死 周围的丫鬟劝道 皇上这里太凉 还是起驾回宫吧 我想单独待会儿 你们都散了吧 吴赵不得打扰 小翠帮您把门带上 生死无常 皇上务必节哀 原来这小翠就是台利斯 也就是害死僵尸的那个 他们走后 皇上一直觉得 哪里好像不太妥当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皇宫里传出皇上驾崩了的消息 墓门设有饥簧 闭了就打不开 我就这样 被他们死在墓中了 原来你也是这么死的 好巧啊 皇兄疑惑地问道 什么意思 听到这的吸血鬼 瞬间猛逼了 姐姐他随手灭掉了 整治皇族呢 皇兄看着周围的一群人 开口问道 这都是谁 僵尸赶忙给兄长 介绍了起来 这是摸金校尉 冒牌道长 然后一把搂住 旁边的吸血鬼 这位是我的同官人 同官人 能不能说人话 到底是干嘛的 住眠的 就是抱着睡觉的 就像是抱着 我也睡眠不好 让他留下来 给我抱抱 听到这的僵尸 突然警惕了起来 没门 做梦 不给 想都别想 皇上看着一旁的快递小哥 你是摸金校尉 把小道士堵在墓里 给我变戏法吧 给你陪葬品做报酬 听吧 小哥直接跑了出去 成交 宁气我来了 皇老板 还是算了吧 我全身都是假货 连戏法都是假的 可那摩金校尉 都去取我陪葬品了 不要了不要了 皇老板这抽到是 卖了我一堆假货 就这一人是真的 唯一的真货在留给你 我也太傻了 抱歉了 皇老板 皇上可是被这一顿 狗粮吃饱了 一对两对真没意思 明年索性别来饶我 皇兄别难过这个送你 独私人 看见他 就等于看见我 拿出去 我不要算 显然这下皇上 是真的生气了 大算不要苹果 要不要 最新款苹果机 寂寞了 就联系王爷斗徒 斗输了 就是评骂他 皇上看着手上的手机 听着不错 怎么用 来来 频道包交包会 学费现金刷卡 陪葬品都可以 按这里是返回 这事是拨号 你他妈管 这叫苹果手机 糊弄鬼呢 当皇上的情绪 被安抚后 几人随即也便出了木穴 从这里下车 前面就是出口了 深度有很精彩 多谢 倒是表示 还差贵客们最喜欢的 纪念品环节哦 限量版可爱皇兄 广大王爷的最佳选择 不要这样 皇兄生前没什么过错 死后不该被玩笑 那王爷王妃能不能有 你看 像这样 两个可以叠在一起 僵尸突然来了兴致 定做一对 工艺要逼真精巧 价钱随你开 好说 多出几个钱买走版权 这东西 以后就为您绝版 是什么好东西啊 僵尸赶忙把王偶藏到身后 不是没有 僵尸他们走后 老板慢走 以后多帮我们拉客呀 臭道是 刚才得了不少名气吧 分我一半 那你刚才怎么不换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 别废话 快拿名气来 干嘛 臭道是 你是不是想赖账 倒是无奈 一把捂住了小哥的眼睛 然后将一个东西 戴在了他的手上 小哥看着手上的东西 不愧是皇陵 能用这么大块钻石陪葬 皇陵里 怎么会有钻石 烂人 拿个假钻石糊弄我 给我名气 这是真钻截 不信拿去验 小哥表示 你手里不可能有真东西 再说 真的你送我干嘛 就送你怎么了 要怎么说你才信 这天阳光明媚 僵尸带着吸血鬼 去泡温泉了 你选的这家温泉山庄 真不错 点名表扬 今晚有奖 僵尸听罢 瞬间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一定会努力领奖的 贵宾这边走 这就是您预定的汤泉行功 贤弟 抱枕你们为什么霸占我的温泉别墅 您叫我什么 皇兄弄错了 这里是我预定的才对 抱歉是我们闹了乌龙 两位先生实在太像了 还以为是一个人呢 僵尸听完瞬间不乐意了 哪里像了 我有抱枕他又没有 弟妹们 把行李放这就可以走了 记得随手关门 母亲大人 这就是我为您预定的汤泉行功 这下行功内有三拨人了 当小翠看到皇上后 啊 皇上 您也没死透呀 这又怎么回事 抱歉 因为您和台丽丝女士的证件照 也很相似 你有没有搞错 哥俩像就罢了 我跟姐姐怎么会搞混 您看 除了花色 二位真的没区别啊 谁让你选这张来订房的 将是无辜的表示 因为可爱吗 请稍等 我们马上调换其他别墅 作为赔偿 本次温泉之旅 费用全免可以吗 谁承想三家人 没一个满意的 皇上是这么说的 原本就是我订的房子 为何要走 不换 我们可是半年前就看中这栋楼的 吸血鬼表示 他吉宿没合眼 才抢上这套别墅的 算了 都是自己人 这么宽的屋子 一人一间都住得下 贵宾 这套别墅的设计初衷 是蜜月昏房 所以卧室只有两间 风吹日晒会干瘪的 我得把你泡福尔玛林宝宝先 原来吸血鬼和僵尸住了次物 不要福尔玛林 我要泡进醋里 变成辣八算 另外一边 小翠和皇上他们三个人最终住了主 本来我跟母亲一人一间刚刚好 现在却要三个挤着住 喂 我订房的时间比你早 床必须留给我和母亲大人 孩子 看那房梁多美 是真材实料的金丝楠木 啊 母亲大人见多识广 这庄别墅的确用彩烤酒 所以你变成蝙蝠挂上去睡 不到天亮不许下来 下一秒 那吸血鬼还真变成了蝙蝠 妈妈不爱我了 小翠表示 我也睡房梁 请皇上上床休息吧 下一秒 皇上直接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 皇上 您睡这 床不是白空的了 小翠无奈帮皇上盖上了毯子 第二天一大早 贵宾们 我先送各位去洗浴冲身吧 你哥是不是有话想和咱们说 僵尸很是不解 为什么 诺 看那儿 他一动不动偷看咱们半小时了 我懂了 皇兄稍等 我这就过去帮你 皇兄从太子到皇帝 事事有专人伺候 所以不会自己脱衣服 更不会自己沐浴 半天之后 僵尸无奈地表示 我也不会脱怎么办 快救我 你哥俩手拉手 去报个幼儿园小班进修一下呗 换好衣服后 吸血鬼指着温泉 王爷 好浓的药箱啊 八方进贡的灵丹妙药 都兼做这池热汤 送给王妃做生日礼物 谢谢王爷 正当吸血鬼准备去泡温泉的时候 僵尸一把拦住了他 别急 还差最后一道工序 说着便挥洒起了蒜瓣 哇 好美啊 是昆仑云顶采来的天山雪莲吗 是我亲手包来的东北蒜皮 硝烟杀菌预防痔疮 吸血鬼突然大怒 算不过三 我受够了 我们离婚 下一秒 僵尸突然惊醒了过来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僵尸一把暴主吸血鬼 以后我不提算了 干什么也不提算了 哪有这等好事 我看你是脑壳竞算你了吧 贵宾我手笨 还是找行宫专属的礼宾经理来帮您吧 帮忙洗个头而已 你搞得定防乌龙 害我睡了一宿房梁呢 不想被投诉 就赶紧动手 先把头绳扯下来 拿梳子梳开啊 愣着干嘛呢 贵宾 您太美了 九天星河 也比不过您的美貌 您简直是一位降临人间的天使 听了服务员的话 吸血鬼直接将它打了出去 小嘴巴巴的还挺会说 小翠突然在外面喊 孩子 我吸好了 你还要多久 啊 母亲大人 我的奢华海洋香氛沐浴套装 还没开始用呢 再等三四个钟头就够了 这点时间 只是血足生命长河中的一颗水滴吗 听到这个蝙蝠妈妈再也受不了了 直接冲了进去 水滴也不许浪费在海洋香氛上 老实点别啃我 妈妈轻点刷 别弄掉我香的钻 酒水道 各位贵宾请慢用味 怎么哪都有你啊 经理无奈地表示 哎呀 四处营业 赚钱养家吗 我是汤泉行工的礼宾经理 任何需求敬请召唤 然后色秘密地对众人说了句 包括特殊服务的 是指那什么了 正是 一看您就懂行 僵尸见状一把抱住吸血鬼 他不用 他有了 我不喜欢 岁数只有两位数的毛孩子 我没兴趣 我有兴趣 你给我来一个 不 索性来俩 价钱无所谓 人必须要调顺排量还够劲 懂吗 明白跟我来抱您满意 贵宾请脱光趴好 又亮又有劲的搓枣师傅和按摩师傅为您服务 蝙蝠整个人都猛逼了 不是 等等 你们干嘛 快放开我 搓枣 恐怕是每个南方吸血鬼的鬼生地狱 您这您够多的呀 贵宾从我这买瓶身体磨砂刀吧 给您八折 那不是泥 是我刚涂的海洋香氛身体乳 在我们江南 没有会被当众包光 像削皮土豆一样摆在床上揉搓 但是 习惯了这种羞耻后 身体竟然莫名舒爽起来 干嘛 我可不吃你这款式的特殊服 坐壁高脚杯 玻璃上是假的鲜血涂层 聚餐饮血的时候 方便您偷偷喝汽水 翅膀刚化膜 贴上它非不怕风吹 不怕鸟咬 现在买免费贴膜 保证光滑平整无气泡 猫猫头疏毛气 逢年过节 送给能变猫猫头的长青 您就是家里最孝顺的仔 三种我都要 多谢会顾 请扫商品背后的条码付款 只有这些吗 另一边的货架呢 那边没有 贵宾不要乱扒 我可是有家的 胳膊好酸 干这行赚钱虽然多 可也真累人了 突然隔壁的倒是喊他 小贼快来 快进来试试 真有你的 虽然小了点 能泡澡总是好啊 下一秒 倒是直接将一包东西倒了进去 还有预言呢 是乌龙茶 你倒茶叶干嘛 回头我都淹成茶叶蛋了 是吗 掏出来我瞧瞧 除了茶叶 还有这个 一切准备完成后 乌龙玫瑰玉 送给最美好的你 啊 茶叶早泡的可真爽 翻面 连你也按两下解解法 可别 你瞅你这挺好看的手 这两天都磨出老茧了 不差你一个快点 那我真怕了 泪瘫不赖我 行吗客人 舒服 你可真有劲 手心还暖乎乎的 弄得我都困了 我说按摩师傅 你那翘膀膜 有点影响我钻石的亮度 当看到两个人 眉羞眉骚地睡在了一块 蝙蝠直接摔门走了 特意准备的山东田葱 落在客房了 没他做佐酒菜 可喝不下美酒 看着躺在床上的小翠 怎么回事 酒量太小 一杯醉倒了 下一秒 蝙蝠突然走了进来 母亲大人 您在客房吗 妈 您又喝醉了 咱们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想不到雨百年过去 我还是不胜酒力 等等 屋里有哪里不对 此时躲在柜子里的皇上 正在瑟瑟发抖 我说呢 柜子的门没关 孩子记住 血可以不吸门 一定要关 僵尸心想你他妈关就关被 别他妈锁伤啊 这是咱们血族最基本的道德修养 是的 母亲谨记教诲 各位贵宾的温泉之旅 今天就结束了 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裁员滚滚 神仙美貌的下凡天使 下次请再光临我家吧 小翠惊讶地看着蝙蝠 你哪来那么多钱追 等了半天 僵尸发现了少人 皇兄怎么还不出来 皇上不会不辞而别 一定出状况了 那我们抓紧分头找找 别慌 皇兄已经没命了 这世间应该没什么 可以奈何他的 此时的皇上 正在柜子里破口大骂 放我出去 来人 放我出去 谁来救我出去 我不想再被闷死一次了 就在皇上绝望的时候 你们快来 皇上就在 下一秒 皇上直接一把扑进了 小翠的怀里 刚才失态了 我有关门应急综合症 奇怪 皇上生前没这毛病呀 因为是死到半患上的 你心里没数吗 你在灵情里关了我的墓 你连这都忘掉了 小翠突然想起了什么 啊 竟然是这样 都是因为当年那件事 这么多宫人 只有你记得 我怕吹风 不厌其烦地关掉宫中的门窗 别回王府 留下来照顾我行吗 不行呀 太子殿下 小王爷还不会自己穿裤子 这会儿光着屁股等我伺候呢 从那时 我养成了随手关门的习惯 没想到 因此害了皇上 不必自责你只需记住 小翠离门远一点 世上幸福多一点 我们把汤全行宫续期了 今晚您安心在此休养吧 要不要起床吃点东西 不了 我想静坐会儿 还在发抖 是没从惊吓中缓过来吗 过会儿就好 不用管我 下一秒 小翠直接变成了猫头鹰 这把皇上看得疑愣 听说拥抱毛绒玩具 可以缓解焦虑 皇上也来抱抱我吧 手感好软好绒 好舒服 可爱 太可爱了 皇兄搞到真抱枕了 脸上还笑笑地梦到好事情了呀 看着一旁哭泣的蝙蝠 怎么了大外甥 舍不得妈妈呀 不是的 小舅舅妈妈幸福 我很开心的 你没看出 这是极度的眼泪吗 怎么一个没注意 全世界都成双成对了 你俩天秀的 楼下搓藻的 床上生死仇的 凭什么 就我光棍一条 我也想有对象啊 冷静冷静 今晚刺卧的大床 让给你平复心情 小舅舅 我难过 你也变成猫猫头 给我抱一下 僵尸突然开门走了出来 现在不能借给你 我正在用呢 蝙蝠无奈地回到空房间 两个垃圾人 我也想要个对象啊 贵宾 这是赠送的宵夜 是一点缓解悲伤吧 你知道我是血族 说着一把将那经理 按到了墙上 知道的贵宾 我们以前也接待过 血族客人的 蝙蝠听完后 很是惊讶 哦 哪个家族的 然后指着沙发上的猫 那位客人的行踪 飘忽不定 说到就到 这位客人每月 都预约肉店按摩服务 我还为他输过毛泥 对吧喵喵 然后愉快地和蝙蝠的 老祖宗玩了起来 贵宾还是不开心呢 当然 肚子填饱了 心还空着呢 我需要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安抚受伤的心呢 跟喵喵抱抱怎么样 那是我祖爷爷 大不敬懂不懂 那我呢 就当作定错房间的 特殊赔偿 人类的保质期 最多一百年 不能泡塌 回头生离死别的 多难过呀 浑身上下光溜溜的 我要的可是毛茸茸的质感 毛茸茸也可以的 您看这样够融吗 蝙蝠惊讶地看着他 你是狼人 呼泡完温泉回来 再睡个好觉 太舒服了 你昨晚还算老实 下一秒 僵尸突然变成了 一副小孩子的模样 你变成小孩了 为什么突然变小 这超出我常识范围了 别着急 只是外表变成小孩 适应了这种改变生活 还是可以继续的 还是你淡定 我们一起 想想临时对策 小朋友手短脚短 很多事要大人照顾 所以 我要帮你穿衣服梳头发 还要帮你洗澡 哄你睡觉 所以 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你原本就是 犯来张口的废物典型啊 僵尸拿着两个布偶 我宣布 你们两个今天结婚 吸血鬼打量着小僵尸 心智越来越幼稚 会不会退化成真小孩啊 新婚之夜 就睡这个大蒜枕头 这直接把吸血鬼看呆了 哪里搞来的 不许完大蒜 拿过来丢掉 看我干嘛 当吸血鬼看到小僵尸 马上要哭出来了 直接把大蒜递给了他 别哭别哭 给你给你 可以继续跟蒜蒜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 能搭大蒜城堡吗 行呀 能用蒜皮 铺满我们的双人关吗 没问题啊 吸血鬼这下 被拿捏得死死的 小僵尸瞬间得意了起来 是你说到 电大之后 也不许反悔 小蒜盘打得挺精吗 幼稚是装的吧 其实 心智成熟的很吧 说吧 直接对着小僵尸打了起来 臭孩子 早发现你叫坏坏的 这天小僵尸在和猫咪玩耍 吸血鬼直接一把将他抱走 过来给你换套合身的衣服 我的手艺还不错吧 这是你亲手做的 以前无聊缝着玩的 居然派上用场了 留着以后 给咱们的小孩用 吸血鬼听吧 你别做梦了 喂 你不会永远是小孩吧 如果那样 你会喜欢别的大人吗 当然不会 你还是你啊 大小都是我的宝贝 小僵尸听完之后 很是感动 督着小嘴 想要亲亲 小朋友只能亲脑门药 想玩真的 就努力变大吧 第二天 僵尸一觉醒来之后 变大了 可以玩真的 恭喜啊 不过我好困哦 再睡一下才要起床 怎能吸血鬼 却变成了小孩 这一定是某种恶意组 等我查出是谁咒我 我来帮你把衣服打开 说着 就去帮吸血鬼 去解衣服 半天之后 衣服不但没解开 反而缠得更死了 换好衣服后 变小之后 饿得好快 帮我弄点吃的吧 僵尸答应后 只听见几声爆炸之后 僵尸淡定地走了回来 我还是帮你做点别的吧 吸血鬼直接拦住了他 不用 坐在这里等我就好 下一秒 吸血鬼便忙碌了起来 先收拾完卫生 又去做饭 还是自己做饭来得靠谱 多余的开水 给你沏了养生茶 你真能干 我变小之后 手脚都不利索了 从小就做这些 身体有记忆吗 爸妈很早就没了 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尝尝怎么样 童年限定版哟 吃过晚饭之后 僵尸去找了小翠 王爷这么晚来串门呀 僵尸拿着手里的吸血鬼 小翠 教我带孩子吧 背后的皇帝突然走了出来 看来病毒也传染到贤弟的灵墓了 小翠把他们请进屋子后 僵尸问道 这是一种远古病毒 古籍记载 感染的症状 就是变成小朋友 隔段时间自愈复原 复原之前能借助你家吗 他有玩伴 我也可以学带小孩的本事 小翠直接同意了 没问题 王爷可以先陪他们做游戏 接下来在后院种一些葱头 不对 应该种蒜苗 当看到吸血鬼的反应后 僵尸赶紧改口 还是葱头好皇兄圣名 皇上很是惊讶 贤弟能理解为兄的爱好 做顿宵夜大家吃而已 你回去玩吗 不行 不能把家务都丢给姐姐 我本来可以照应自己和他 蹭吃蹭喝 反而觉得惭愧 别见外 再说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我照料呀 那才更惭愧 回头我教他们生活自理吧 紧接着 兄弟两人开始宣誓 不到妈保存我做起 自己自足重新做人 啊 切到手了 小心 痛就吹吹 当然不痛 可伤口好像漏气了 呀 你扁了 等我找打气筒去 好的 快点回来 就这样 兄弟俩一直忙活 到了第二天早上 当小翠姐妹走进来后 你们来了呀 我们昨晚自学了料理 小翠和吸血鬼很是感动 做了什么 快让我们品尝一下 葱花炒蒜片 这东西美容养颜 姐姐务必优先享用 妹妹在长身体 有营养的东西 还是留给你 兄弟俩见状说道 不用谦让 我们特意做了两份呢 而同乐园 有一孩子的身心发育 也许对变回大人有帮助 那对小夫妻真好看 还生了两个漂亮宝宝呢 喂 咱们分开行动吧 三小时候 再出口会合 就这么办 我种了风信子花雨 是点燃生命之火 我种了水仙花花雨 是爱人仙爱己 这是我的洋葱头 花雨是炒鸡蛋特别香 看上去不是很漂亮 味道也好像 闻闻我的水仙多香 可我觉得 它好看又好吃 你们也种种看吧 才不 你的品味好奇怪哦 说着 小朋友们便大笑了起来 小翠突然走了过来 小朋友们 想不想看遍魔法 下一步 小翠一个响指 竟然让皇上的葱开出了花 你是花仙子吗 把葱头变成风信子了 是变成水仙花才对吧 这是洋葱头自己的花 花期在夏天 和风信子和水仙一样美丽 只是大多数用来炒鸡蛋了 不太容易看到它 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多藏起来的宝藏 能发觉这些独特美丽的人 也是了不起的珍宝呢 吸血鬼看着一旁的王爷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当鞦韆 小时候忙着养活自己 错过了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机会 但是长大之后 有条件完了 却已经不会了 僵尸突然一把抱起了吸血鬼 哎 向我学习吧 学我做一个在鞦韆上 浪费人生的置胯子弟 两个人当的鞦韆 跟经历什么生离死别似的 但是很快 王爷抱着吸血鬼便玩得不易乐乎了 失重的感觉 好开心啊 脚还可以翘起来 手也可以松开 下一秒 两人已经在鞦韆上不见了踪影 王爷在半空中大叫 这手好像不可以松开啊 另一边小朋友们追着小翠问 葱头怎么样呢 真的能开花吗 不骗你们 勤换清水多晒太阳 听葱学家的准没错 就在聊天的时候 吸血鬼叼着王爷飞了起来 多亏有你 我们找地方降落吧 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说 那是气球吗 是飞艇吧 快拍个视频发给妈妈 捏坏捏坏的皇上健壮 忙让小翠帮他打下来 哦耶 我终于变大了 苍天保佑 我也复原了 这天晚上 皇上和吸血鬼 全都变回了原样 天色已晚 我俩明天再回家吧 我也要多留一晚 皇陵景区关门了 售票处明早才开 皇兄每次出门 都要买票回家吗 去景区财务处问过 文物出门不给报销的 吸血鬼开心地表示 难得相聚 错一顿涮涮锅如何 下一秒变小的小贼赶了过来 鬼老板 你点的涮锅材料送到了 众人走出来后 打量着面前的小贼 你也变小了 可不是吗 都影响我接活赚钱了 幸亏臭道士的自行车 也变小了 骑着送货很方便 这病毒业务范围够广的 小孩子跑腿太危险 冒牌道长没陪你来 他其实来了 但也变小了 还失去了长大之后的记忆 这真是冒牌道士 和长大之后 完全不一样啊 真的是 他现在大概七八岁吧 怎么看出来的 我俩是发小吗 当初道观底下有条龙脉 祖师爷带我扮成香客 去采点儿 诺 这个给你尝 哇谢谢善士哥哥 看着大口朵頤的道士 山上这么冷 小妹妹真是太可怜了 道士吃完后 眨巴着个大眼睛 真好吃 还有吗 都给你好了 反正我不饿 但是为什么心跳得好快 不一会儿 祖师爷走了过来 走了 咱们倒抖去了 我好像恋爱了 这么点小孩 瞎想什么呢 快准备家伙 嘿嘿 祖师爷你不懂 我先去尿个尿 咱们就走 走进厕所后 看着站着撒尿的小道士 小贼的世界观 瞬间破裂 原来那是假道观 假老道故意弄个 假道姑婆同情懒才的 原来小贼和道士之间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我的初恋就这么破灭了 哎 但他真的好乖 完全看不出 长大那么牵走 突然倒是指着吸血鬼说 哥哥 你的花花哭掉了 你还挺细心啊 往常他每天给我摘新的带 这两天变小了没顾上 等一下哦 这是我自己做的不花花 很久不换也不会枯萎 哥哥姐姐一人一朵 愿你们比花还漂亮 一众人戴上花后 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这是什么小天使啊 对了还有 单价五元 两朵八元 三朵十元 量大从优 请现金结算或扫码付款 另有其他颜色欢迎选购 众人顿时无语 他这卖货的本能 是克尽骨髓了吗 爹爹 您快点好起来啊 从昨晚开始验尸验水 爸的病情恐怕不简单 蝙蝠看着一筹莫展的众人 快送老祖宗去宠物医院了 爹爹是吸血猫 我们不仅要找懂得血族医学的兽医 资历还要够老 才能诊断这位血族十足的病 宫里的御医资历够老 可都入土了 一时半会挖不出来 这种人 我认识一个 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姐姐 道仇十年不晚 爹爹的病可不能脱 小翠一咬牙心一横 你说得对 带上爸爸随我来吧 说着 便带着众人去了狼人山庄 台立司到访当家的 还不快快迎客 血族和狼人可是世仇 他们怎么会给老祖宗看别 好啊 既然血族圣母亲自上门 那么本族长也要亲自收拾你 那是狼人族长杰洛斯 与母亲大人 在血族的地位相当 下一秒 那杰洛斯变下了楼 一百年没打架 手正痒那你就来了 改日再打我 是来请你治病的 不治 看你生病我最开心 当看到是只可爱的猫咪后 杰洛斯突然心动了 既然是猫 那可以治 不过枕飞要翻倍 还欠我一份人情 小翠直接答应了下来 爽快 来人 抱患者去诊室 当众人看到这狼人小哥 竟是汤泉行宫的员工后 你们认识 哪来的僵尸兄弟和血族姐妹 我脸盲 人不太出来 吸血鬼当场不乐意了 是姐弟啊 二逼 当看到人群里的蝙蝠 这不是上次温泉行宫的天使贵宾吗 您这样只因天上有的神仙 竟然真的来我家做客了 三人瞬间猛逼了 说好的脸盲不认识人呢 汤泉行宫 是狼人治下的产业 既然是客人进来做作也无妨 突然杰洛斯尖叫了起来 我的天竟然是皇上和王爷 兄弟俩也认出了杰洛斯 小红 是我是我 好久不见 他也是你们的丫鬟 他在父皇宫中当差 见面不多 一时没认出来 小红突然走了过来 二位殿下活得够久啊 怎么还没去死呢 吸血鬼听完 对着皇上说道 您家的宫女嘴都真甜 小红显然也是个二逼 嗯 正是宫廷和睦其乐融融 姑妈是远近闻名的兽医 许多血族都冒充蝙蝠找他看病了 小猫咪换了肠梗组 需要住院治疗 先输液 然后挪去住院部的笼子 小翠表示 笼子太寒酸 帮你一间豪华大床房当病房 再来上好的罐头和猫杀个三箱 一起送到房间里 行吧 我先出门诊 让你弟弟去仓库搬火 他守着猫咪呢 你说 他能挺过来吗 我不想没有爹爹 咱爸扶大命大 一定能化险为夷 突然猫咪睁开了眼睛 哇 醒了醒了 杰洛斯组长 爹他醒 原来另一边的小红 正在给道士两口子看病 大夫 我养着试别他老咳嗽 有点水土不服 多去坟里溜溜 您再看我养这股 毒虫怎么越来越多呢 赶上繁殖期了 多给虫宝宝喂点鲜血 咱们给江老板打个电话吧 问试别能在他家寄养一顿补 嗯 顺便问问谷中能不能蹭鬼老板的血豆腐 原来吸血鬼赶忙了回去 快拉黑 把这俩魔鬼一起拉黑 成功拉黑倒是他们厚厚了 爹爹 您在这里好好养病吧 突然 小红从外面走了进来 两体温了 家属让一让 看 有条小狗进来了 喂 他好像对爹爹有敌意啊 吓一秒 那大黑狗突然冲向了猫咪 可把吸血鬼吓坏了 就在众人担心的时候 那狗狗直接把猫咪盘了起来 真懂事啊 这狗是什么品种 小红直言 喵的 这是我爹 啊 试镜试镜 那您父亲是什么狗 小红没再说话 转身朝外面走去 嘴里说得太快 听不太清 看样子是骂得很难听 哥哥姐姐出诊费 陪护的工作 当然要我们承担 掌兄如父 掌姐如母 有大人在 还用小孩子插手吗 听 你们都不能做患者的陪护 猫咪需要静养 看见熟人 反而会兴奋起来 得找一个和他不亲近的 关系 比祖宗和曾孙都远的家伙 下一秒 众人齐刷刷地转头 看向了一旁的蝙蝠 陪就陪 哄得老祖宗高兴了 说不定再拥我一次呢 突然经理敲门 看着屋里的蝙蝠 贵兵 可以跟您说句话吗 那晚在汤泉行宫 贵兵怎么丢下 我走了吗 敢跟血族搞私情 你想被家族扫地出门吗 你们狼人都是群居 无家可归的独狼 怎么活得下去 两人半天说不上来话 跟你呆着闷死了 开窗透透气 下一秒 经理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贵兵 快关上窗帘 今晚是满月 然后告诉蝙蝠 快跑 受话后的 我不是你能招架的 蝙蝠听罢表示 小子 我可是血族圣母台利斯的后代 能和杰洛斯族长的清卷一绝高下 是我的荣耀 看着狼人的气势 这架势不容小觑 我要小心应对 下一秒 一只小狼狗 直接扑到了蝙蝠的身上 蝙蝠一把将其搂进了怀里 好凶猛 完全招架不住 我们狼人的生长期很漫长 这孩子 外形虽是少年 按年龄算 却是幼崽 没有能力抵抗月光 我把他的小窝留在这儿了 麻烦你多看护一只小动物吧 那个 要用狗粮喂他 蝙蝠好奇地问道 用生肉之类的喂他吗 小红直接从兜里拿出奶瓶 不用 他还吃奶呢 切 原来是乳嗅未干的小鬼 好了 臭小孩 你该睡觉了 找什么呢 要玩具 你姑妈没给啊 为你别哭啊 蝙蝠无奈只好变回原形 陪小狼狗睡觉去了 仅此一夜哦 明早把黏在我身上的狗毛都摘走 蝙蝠和狼狗睡着后 猫咪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 下一秒 那猫咪直接变成了人的形态 开始翻箱倒柜起来 不中用的臭孙子 竟敢自己先睡着 可恶坏你老祖宗了 真香 回头让傻儿子也买这个品牌 然后直接把脚敲在了狼狗的身上 下一秒 狼狗直接开始撕成猫粮 松开你的狗嘴 这又不是给你的 说着 直接把一片猫粮丢在了床下 不过可以赏你一颗 去捡啊 下一秒 那狼人竟然也变成了人形 我闺女孝敬的东西 你凭什么抢走 长梗组要近视静养 我闺女的治疗方案是给你白遭剑的 猫咪无奈地表示 你就是趁我生病成人之危 不然呢 体弱就老实认损 不许吃 干点别的转移注意力 猫咪无奈 下一秒骚气地掀开被子 对狼狗撒娇说了 狼狗无奈 只能上床帮猫咪暖起了被窝 这下行了吧 不行 你还没帮我热起来吗 此处省略八百个字 大家自行脑补 猫咪躺在狼狗怀里 留宿这么多外人 不像你狼王的风格吗 都是你的子嗣 好歹给点面子 僵尸兄弟可不算我们血族的娃 我算他家的旧臣 这两位皇子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原是朝中将军 随着皇室一起围猎 不料算错变身日期 在猎场变成了狼 这次围猎在立储的关键时期 越凶猛的野兽 越可能成为皇子邀功的牺牲品 我只得拼命逃跑 刚好遇到了大皇子 大皇子剑法卓绝 从他剑下逃生难于登天 我以为他要杀我 谁知道他下一秒 便在草丛里找起了区区 就这样我逃过一劫 大皇子一向体弱多病 可能正巧神经病犯了吧 下一秒突然遇上了二皇子 二皇子以百步穿羊的神射手著称 正当我思考该如何脱身的时候 他竟然用剑当签子考大算 没人理解这人间美味 只好跟走兽分享 刷辣酱吗 蝙蝠突然惊醒 天亮了 坏了 忘记看护老祖宗了 当看到床上的狼狗和猫咪 正在愉快地玩耍时 蝙蝠可算放下了心 突然经理大喊 我的奶嘴不见了 下一秒 便扒开蝙蝠的衣服 对着蝙蝠便作了起来 蝙蝠再也受不了 转身给了经理一巴掌 并穿好了衣服 下一秒 那经理突然开始呕吐了起来 可把蝙蝠吓坏了 你是想吐吗 可咱们昨晚什么也没干啊 干了也不至于这么快啊 贵宾误会了 是我换牙了 然后高兴地跑着去找小红了 姑妈 我开始换牙了 小红看到后 缓缓地说道 好样的 你可以收拾行囊 滚出家门了 经理很是不解 小狼仔从落下第一颗乳牙起 就要开始一段独行生涯 所有的童族都是竞争者 所有的艰难要靠自己抗 等他们历练成熟 就会带着力量 财富和爱情回归家族 姑妈 顺序能倒过来吗 怎么 你还没离家就早恋了 经理突然一把抓住蝙蝠的手 他是我的朋友 狼人和血族世代为敌 你想做背叛家族的叛徒吗 看热闹的吸血鬼毁是不解 姐姐 血族和狼人究竟有什么过节 小翠无奈地开口 那是千百年前的古老仇怨了 那日在宫里起宫 小红一把推开窗子 天气真好 开窗通风了 小翠刚忙走过来 风沙真大 要赶快闭紧门窗 小红气不过再次将窗户打开 喂 窗是我特意开的 小翠也不惯着她 再次关上了窗户 也是我特意关的 就在其他宫女下班 回到宿舍后 看到地上的我俩 要不是你把垫上的窗户全打开 太子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动感吗 通风换气才能身体健康 王爷成天光着屁股在宫里乱跑 人家就从来不生病 原来皇兄是引发世仇的蓝颜祸水呢 皇上淡淡地说道 闭嘴光定魔 看到经理这么勇敢 蝙蝠一把抓住他朝楼上走去 老祖宗 不笑子孙打扰了 说吧 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虽然这只狼人一点也不可爱 我完全不中意他 更没有泡他的想法 但用世仇 剥夺后背恋爱的权利 这不公平 请老祖宗帮帮我们 说服杰洛斯大人和母亲大人吧 背后的小红赶忙追了上来 孩子们果然在这儿 有意跟我下去谈 不要打扰祖宗们休息 当看到两个都能变成人后 一众人瞬间惊呆了 爹爹 您真是太过分了 不是大事 别伤何气 你仔细想想 爹爹是人 很多事情就细思极恐了 就像平常我们搓澡的时候 原以为是一只猫 实际上是 这小子别的不会讨好吴尔 倒是肯卖力气 原以为在洗澡的时候 爹爹要跟我玩水吗 实际上 挺大人了还玩这个 傻儿子以前够苦的 原以为在我们深入交流的时候 偷看我们的是一只猫 实际上 是一个人在床边 看着我们进进出出 爹爹起床了 要吃罐头吗 这就完了 你们也太快了 王爷想到 这也是遭不住了 爸 您的确过分了 吸血鬼还在吐槽 就是吗 能变人形 也不说一声 僵尸却缓缓地说道 见您来了 才速战速决的 平时根本不快 孩子别气爹爹 教你新法术如何 什么法术 就用在场的各位 做示范吧 第一招 种族切换术 见吸血鬼被扒光了衣服 王爷瞬间流了鼻血 第二种 性别对调术 随即皇上和小翠的性别 产生了互换 女皇陛下 发迹乱了 小翠子快帮我打理得体 第三招 心想事成术 下一秒 蝙蝠的衣服 被变成了婚纱 蝙蝠看着自己 老祖宗 我并没有穿婚纱的梦想啊 看到蝙蝠这么生气 猫咪表示 我对他施得烦 蝙蝠听罢 直接恶狠狠地看向了经理 你有一眼没 经理一把抓住蝙蝠 对不起贵宾 我只有一句真心话 这样的您实在太美了 整座狼人山庄 都因您的英姿黯然失色 下一秒 蝙蝠瞬间消了气 嗨 别乱讲 也就那样呗 贵宾 换双便携 跟我参观狼人山庄吧 蝙蝠看着新换的鞋子 这些不错 不愧家里开温泉的 经理直接表示 还有油田和矿产 狼人的产业可多呢 矿上产不产宝石 能像在翅膀上那种 有的 等下给您撑几斤 小翠子 起驾回坟 在玩景区售票处又要关门了 好的女皇殿下 坐车还是坐轿子 坐吧 我们飞进景区 不用买票 我们也回家了 我有个陪葬的鲸鱼缸 很漂亮 吸血鬼直接给了王爷一巴掌 你不要就这么接受现状啊 随即冲着猫咪大喊 爹爹 快把我们变回去 这些法术你学不学 过这村没这店哦 不学 快变 看到吸血鬼果断拒绝 猫咪无奈 臭小子不识货 随即打了一个想法 大病出于身体虚 法术不灵了 都是自家人 孩子们坚持几天 不要责怪爹爹 幸好 我只变了衣服 拖下来生活照常 怎么拖不掉 猫咪尴尬地表示 心想是成术 是成才能解皱吗 贵宾 我的卧房就在楼上 随时可以帮您解皱的 狼人和血族世仇几百年 父亲让我怎么跟族人解释啊 折中一下如何 今后狼人跟血族交往 尽量暗中行事 两家对外还是世仇 只是悄悄给特立放宽界限 小红也是无奈 这样吧 晚上狼人在窗口打起灯笼 血族变成蝙蝠飞进窗口 用这种方式相见 小血族来了 他自带了信号灯 哦 是宝石 你怎么又变成小狗了 误打灯笼的时候 晒到月光了 血族十足来了 哼 排场不小 还有儿女做花童 然后猫咪 大摇大摆地 从山庄正门走了进来 小狼咱们大家好 我来玩你们的老父亲啊 还有其他血族 私会狼人吗 没有 看来大家还是狠守规矩的 这天晚上 山庄内亮起了灯笼 无数的蝙蝠在空中盘旋 终于不用在酒店见面了 为了约会 天天去温泉值班 累死我了 看着这么多人终成眷属 小红看向一旁的小翠 我们和好吧 这天一个风潮里 磨镜磨镜 谁是世上最美丽的男人 男人很是自信 也是多此疑问 那毫无疑问是我 当看到镜子上显示出来的是吸血鬼后 这洗衣工哪里美了 当看到吸血鬼的正脸后 男人瞬间失去了自信 不行 世上不能存在比我美的 现在就去做掉它 这天 僵尸和吸血鬼 在家门口晾衣服 爸要在狼人山庄住到几时 早呢 足够咱们洗完家事上的猫毛 突然小蜜蜂走了出来 喂 你就是世界第一的美男子 哪里哪里 你也很美啊 客套话就别讲了 不是客套 你的眼睛又大又亮 真是一位大美人呢 小蜜蜂 听爸很是害羞 哪有了 哥哥的眼睛也很漂亮了 才不辣 弟弟才是超可爱的 就这样两人一直聊到了天黑 聊得太开心了 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险些被你的花言巧语迷惑 小蜜蜂突然反应了过来 我是来杀你的 有什么遗言趁早留下吧 僵尸直接拦了下来 我们暂时不缺猫猫头 有事还是冲我来吧 小蜜蜂见状对王爷说道 闪开 我只杀美男子 僵尸听爸 赶忙掏出化妆品 一阵捣食过后 王爷突然换了一副姿态 那更要冲我来 这一下 直接给小蜜蜂看呆了 啊 你比他更美 我要先杀你 吸血鬼瞬间不乐意了 睁大眼睛瞧仔细 到底应该先杀谁 小蜜蜂重新打量两个人后 细看还是你美 先杀你好了 应当先杀我 毕竟我更美 必须先杀我明明 我更美 看到两人因为着急死打坐一团 不要打了 有话好说 打了半天 两人累得气喘吁吁 终于停了下来 是我输了 你更美的 每次被你气个半死 看到你的脸又活过来了 你也不差 一定是因为和你住久了 所谓尽美折美 下一秒 两个人又因相互说对方美 吵了起来 世上不能有人比我幸福 我要拆散这对狗男人 这天 小蜜蜂看着晃动的棺材 这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当他推开棺材后 看到里面深入交流 的两人 看我用这诗意粉 抹掉其中一人的记忆 好好睡吧 衣服都丢到哪里去了 来得正好 快把散落各处的衣服找回来 谁承想 王爷下一秒说道 不要用命令的口气 跟本王说话 哈哈 诗意粉不仅能抹消记忆 还能扭曲性情 平越性情越和善 此时越会傲无礼 捡衣服是下人的工作 本王当然不会做 你不捡谁捡 要不是你性子急 咱们的衣服 至于脱的到处都是 再说了 捡回来还不都是我洗 你不淹在洗衣机里 二次死亡就不错了 突然话风一转 王爷竟然怂了 对不起这就去 吸血鬼对着王爷破口大骂 赶紧赶紧瞧给你惯的 那人是谁 为何住在本王的灵寝 还是个怪人莫名其妙骂本王 骂人的时候又凶又美 有种说不出的别样味道 王爷害羞地自言自语道 太迷人了 必须追到手 失去记忆后 一天王爷叫来吸血鬼 本王把这座金库与你分享 吸血鬼无奈地拿出钥匙 你金库钥匙本来就归我管 而且这里是你藏算用的 以为我不知道吗 大蒜纯属意外 我也不知哪里来的 这间尔室有石兽把守 打开密室走进去之后 宝霞中必定存放的吸血珍宝 打开之后 里面放的竟然是吸血鬼被折断的脚 怪不得新脚长不出来 原来就脚没有安息 你偷偷藏它干嘛 王爷很是猛逼 这又是什么鬼东西 比大蒜还莫名其妙 听到这的吸血鬼直接炸毛了 行啊 那也扔掉好了 不给 我想起来了 这宝霞是王族的订婚礼盒 所以 这破东西必定是王妃的定情信物 本王的记忆出了些问题 但绝不会辜负心爱之人 不跟你交朋友了 我要凭着破玩意去找王妃的下落 祝你早日恢复记忆 王妃也在思念原来的你 不过 如果你再敢辱骂这个脚 就休想再见到他了 你认识我家王妃 他为何将这金美绝伦巧夺天宫的脚 当作信物呢 你努力回想一下 我们 你们在柳树下相遇 一起泡过温泉 还一起参加了鲜血晚宴 王爷看着走上来的小蜜蜂 你又是谁 不能让他们就情复燃 否则失一粉就失笑了 王爷不认识我了 我就是您的王妃啊 果然是那小鬼导弹 得想办法 找回他的记忆 难道王爷忘了 咱们 就在这棵柳树下相遇 以及初吻 方式不对 哪里不对 接吻只有一种方式啊 吸血鬼突然倒挂了下来 你们光天化日在这里干嘛 原来在很多年前 年轻的吸血鬼 那时候还很年轻 那天他来到柳树下 再排练一下开场台词吧 尊贵的过路人 在下是否三生有幸 为您的预警留下一吻呢 远处的王爷看着吸血鬼 真可爱 我也想跟他一起玩 看到王爷走过来 吸血鬼刚忙一下跳到了树上 就这样 两人以这种方式相遇了 也就是故事开头的无厘头 我在瞎说什么呀 人家肯定生气了 王爷也很是不解 和刚才不一样 他是不是忘辞了 话锋一转 再次面对这种场景 王爷一口亲了过去 然后回过头告诉小蜜蜂 对 要倒过来亲才对 下一秒 王爷竟然恢复了记忆 你怎么上述了 发生了什么事 吸血鬼直接扑进了王爷的怀里 你总算回来了 小蜜蜂见状慌了起来 是一份破功了 先走为上 是不是之前对你太和善 让你觉得我很好惹 随即运行起来反述 我们现在就来纠正这一点 下一秒 那小蜜蜂变成了猫猫头 被扔向了空中 我虽然是蝴蝶 却从没飞过这么高 天空好蓝 空气好清爽 随即便被夫妻二人当作网球 一下将其打飞了 飞远的猫猫头 直接从空中砸到了 正在熟睡的小贼脸上 小贼摸着机智的脑袋 看着床上的小蜜蜂 倒是突然走了进来 起床小贼炒饭好了 看着床上的一切 我摔死了吗 哥哥是来勾我魂魄的鬼使吗 不会不会 我是发死人才的 可你还挺鲜活 可是人家身上好痛哦 哥哥 你会等我出去吗 不怕不怕 小妹妹尽管在这养伤吧 这把倒是看得一愣一愣的 昨晚差点促成他俩的好事 要及时用试一粉补救才好 看着打扮好的倒是 靠 今天你真亮 还打扮起来了 货架果这么严实 买你东西得拆多少层包装啊 倒是一把扯开小贼 这位善士 非亲非故 请你自重 小贼很是猛逼 臭到是犯什么毛病 居然不认得我了 小蜜蜂则很是得意 试一粉的功效很强 他现在已经忘了你了 小贼无奈推门走进去 我想泡澡 玫瑰花给我抓一把 就是洗玫瑰玉的花 我不是总来找你要吗 花草茶定量供货 没有多余的给你白拿 茶园在后山 要花自己去买 是你说玫瑰过期了 让我多洗几回帮你处理啊 现在我上瘾了 你不给我就自己掏了 倒是再次打开小贼 再不注意分寸 我就退租搬走了 行啊 我还正想散火呢 泡完澡就找新房子去 出来后 小贼直接去了花田 阿婆 这种玫瑰给我撑四两 阿婆看着小贼手上的话 你这是鲜玫瑰 要到园里献采 小贼很是不解 您看错了吧 这是过期的干花 怎么可能 花瓣湿润 明显是新晋采摘的 然后把工具递给小贼 采完找我结算玫瑰多次 小心扎手 看着矿子里沾满鲜血的手绢 上一个客人被扎得够狠 是你们山下的一个年轻人 常来采花 一开始总扎手 说是家里人喜欢玫瑰玉 要摘最新鲜的回去 采花的时候哼着小曲 那么高兴 他怎么不来了呀 听着阿婆的话 小贼的眼前 仿佛浮现出 倒是狼狈的模样 想到这小贼 直接一打钱拍在桌子上 小道士的货我全包了 倒是看着自己 卖个小贼的东西 东西确实是假 钱我退你吧 我说是真就是真 给我全部包起来 不过 你得借我几块钱 刚才把家底都拿出来了 现在没钱坐车回家了 下一秒 倒是便骑着自行车 再次带着小贼上了路 我的记忆 是不是出过问题 总感觉你很熟悉 比现在熟悉得多 小贼坐在车上告诉倒是 往后煽起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片刻之后 一个荒废的道观 可能帮你找回自己 自从你好好穿衣服 一切就不对劲了 我帮你还原一下 之前的浪劲 看看能不能有突破 就是一下 步行拉倒 以前 你老这么骗我摸你怀里的东西 时间回到两人小的时候 这天倒是和小贼在聊天 容脉已经半空 明天我跟祖师爷就走了 这几年借宿在冠里 承蒙老道长和你照顾 哎 这小子越长大越内向 现在跟他完全没话讲了 张不开口 连道别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但是再不说之后 怕是永别了 倒是突然想起师父的话 你不会笑吗 笑给善师们看 才有人施舍善款呢 倒是无奈地告诉师父 我不想半假道姑了 刚说完 师父一巴掌打了过来 那也得给我笑 人宁可把钱给细皮笑脸的王八蛋 也不给哭丧脸的正经 半天之后 见到是还是一言不发 那我睡觉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 倒是突然从背后叫住了小贼 善师哥哥 你先别走 小贼转身惊讶地发现 妈爷 你会笑了 你多少年没笑过了 突然倒是攥着两个拳头 送你的临别礼物 猜猜在哪边 魔精校尉连空观都能变出 这点伎俩难不住我 小贼则一把将手伸进了衣服里 两手都没有 真正的礼物藏在怀里 倒是见状 假装手里的东西掉出来 原来是一个项链 倒是很是猛逼 等等 那我手里抓的什么 往日场景再次浮现 倒是竟然真的恢复了记忆 为什么这里 这种地方 会是唤起记忆的关键了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 倒是在写着自己的日记 礼物送出去了 道别的话也说出口了 虽然过程差点出错 但是我想 我找到跟他相处的新方式了 小贼见到是叫自己的名字 省了黑 抓胸能让你想起来呀 倒是再次将头转向了另一边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没想起来 刚才明明叫我了 之前那次解除魔咒是因为 想到这小贼深吸一口气 罢了罢了 为了他的记忆 豁出去了 然后一口亲了下去 再想不起来 我可真没办法 亲完之后 倒是含羞地说道 小贼 你搞什么 小贼突然心酸了起来 这次没错 你终于想起来了 什么呀 我在做梦吗 喂 小贼快说 这是不是做梦 那个 就是梦呗 不然你怎么打扮的人母狗样的 哎 不是梦不是梦 魔是真魔 亲也是真亲 所以别哭了 再次失败的小蜜蜂 还是不肯放弃 他来到了小翠的城堡 据说吸血鬼的姐姐住在此处 收拾不了 他就拿你出出气吧 刚爬上窗子突然听到 皇上用力 可我实在不行 僵尸的哥哥也在 在搞男女之事吗 蜜蜂试探性地睁开眼 原来这两口子在做瑜伽 小翠变回原形 在充当健身球 坐坐瑜伽确实舒服 感觉全身的失业都沸腾起来了 两人收拾好后 终于准备上床睡觉了 晚安皇上 祝你梦到葱林遍野 晚安小翠 祝你梦到地狱血海 地狱血海 能吸个爽吧 相当于人类掉进奶茶吃 小蜜蜂扒着窗户看了一晚上 看两人安然入睡 很是猛逼 失忆粉下了两个钟头 他怎么还能认出它 先用这只梦蝶 飞进他们的梦境找找原因 时间回到几百年前的春节 宫里开始张灯结彩 太子却意外染病 太医告诉丫鬟们 太子的皮肤病可能传染 七日之内务必隔离 怎奈 新春佳节 可怜太子要孤身跨年了 就在太子一眸的时候 兄长 我们来看你了 太子无奈表示 回去吧 我不能见人 突然 床前的帘子被打开了 难天的花瓣飘了进来 太子殿下新春快乐 这是王府特产冰蒜葫芦 助兄长吃了早日康复 本要愤怒的太子转念一想 算了 人家冒着风险来看我 然后开口缓缓说道 谢谢 你们不怕染上皮肤病吗 诺 来之前专门用蒜泥搓过澡 现在百病不清呢 不幸你闻我可香了 说着 直接把胳膊递到了太子面前 看到这的太子 再也受不了了 愤怒地大声喊道 来人了 把小王爷连人带算扔回王府 就这样 王爷被抬了回去 蒜泥浪费怪可惜的 给太子炒个蒜蓉菜心吧 多放菜心 不要算对了 你去帮我关上窗 我讨厌太阳 小翠无奈地表示 那是淤衣特意开的 说是多晒太阳 有意康复 烈日当头心情烦躁 夜里反而神清气爽 我这个习惯很古怪吧 不怪 有些人就是越熬夜越精神 可是不冷吗 中午的太阳 难得有暖意 冷 如果不见太阳 却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就好了 小翠听罢 直接来到窗子前面 太子很是不解 随即小翠伸出双手 在太阳的照耀下 持续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转过身来 攥着两个拳头 脸上满是害羞 太子健壮 赶忙将自己裹了起来 别靠近 我有病 下一秒 小翠直接用太阳暖过的双手 捂住了太子的耳朵 太子健壮 一把将小翠搂进了怀里 直接亲吻了起来 太子病好后 兄长这是干嘛 再挑选花朵 宫中传统 皇子会亲手采摘鲜花 为义中人带在鹅角 王爷很是惊讶 难道兄长有一中人了 你帮我瞧瞧 我亲手种的葱花 哪一朵最美 王爷无奈地表示 别担心 真情会谅解 世间一切丑陋的 对了 你几时放小翠回王府 七天没人 帮我穿裤子了 小翠没回去 王爷缓缓说道 我以为你把他留在宫中了 听到这的太子顿感不妙 大声喊道 来人 侍女小翠何在 总管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殿下 小翠已经失踪了 小翠七天前失踪了 总管怕二位殿下担忧 一直隐瞒未报 太子着急地看着他们 谁有线索 哪怕是猜测 也但说无妨 宫女们无奈地看着他们 二位殿下 对小翠有过越线之举吗 王爷直言 怎么可能 太子却坚定地说道 有 直接给王爷听猛逼了 好啊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 宫女们紧接着问道 那结束之后有当场封赏吗 太子无奈地将头扭向一边 没来得及 我晕过去了 太子无奈地表示 当时我太过害羞 心跳加速 直接晕倒了 我有毒吗 不是的 我才有毒 请你等我醒来 醒来却已不见人影 我只当他回王府去了 这种情况 侍女无故失踪 很可能遭人暗害了 太子妃人选未定 这等于把她暴露在重矢之下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 太子也变成了皇上 还给小翠立了背 王爷无奈地看着皇上 皇兄这块无字牌 足足立了十年了 是为悼念一个 因我一念之差 与我阴阳两格的女孩子 突然一个宫女走了上来 生死无常 皇上务必节哀 当皇上回头看过去的时候 小翠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突然失踪又突然出现 中间十年到底滚去哪了 心里明明在乎的不行 表面上还装波澜不惊 失忆粉根本穿透不了 这堵累积千年的忽怨念墙 下一秒 突然熟睡的小翠睁开了眼睛 怎么了皇上 皇上赶忙装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事 我做了个梦 小翠见状 下一秒便再次呼呼大睡了起来 皇上一把抱住面前的小翠 不管你去做什么了 回来就好 时间来到几百年前的宫里 这天宫女们在剁小猫玩 哪里来的小猫咪啊 太子殿下捡回买的 染病之前天天抱着呢 玩了一会 小红起身要走 我上班去了你 陪她玩吧 小红走后 小翠抱着手上的猫咪 突然在她脖子上 发现了猫血 突然猫咪挣脱束缚 朝着远处的草丛跑去 小翠赶忙追了出去 半天之后 在一处柳树下 那猫咪竟然变化成人 小太子喝腻了 换个小侍女尝尝先 过来丫头我们速战速决 小翠不但没害怕 竟直接靠了过去 只听一声清脆的声音 小翠将猫咪的脖子 拧到了另一边 在脖子上看到了 跟太子一样的皮肤病 果然 是猫咸太子的皮肤病 原来是被你传染的猫咸 一种全身扩散的皮咸 可爱的脸和可爱的屁股 最终都会烂掉 那要怎么办吗 脸就算了 屁股烂掉老狼亲哪里吗 小翠赶忙拿出药箱 这要对人有效 对喵喵人应该也有效 清点图好痛哦 你真好 我送你谢礼吧 你有爹吗 小翠无奈地说出了 自己的身世 没有 我爹把我卖给人饭子了 喵咪听完之后很是感动 可怜的宝贝 今后你有了 说吧 直接一口咬在了 小翠的食指上 这一下 直接给小翠整猛逼了 就这样 在猫咪咬了小翠后 把小翠带回了血族 欢迎小姐加入血族 以血为食 不老不死 出庸宁的事 儿族胜负 所以还有无上的法力 和票高的地位 听不懂 我要回王府了 怎奈刚起身 发现浑身无力 辛苦血族 必须尽快喝下鲜血 否则很快会衰竭而亡 小姐随我们来 三天前 有位母亲遗弃了 生命垂危的孩子 选择弥留之际的猎物 能减轻小姐初次吸血的负罪感 吸着孩子的血 不是等于要了她的命 这和小姐无关 死神今晚本来就会带她走 当小翠出狱蝙蝠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她是个盲童 你不是妈妈 那你是阎王吗 是鬼差吗 无论你是谁请你 晚几天再带走我 妈妈还没回来 我必须留在这个世界上等她 如果她不来了呢 一定会来 她可是我的妈妈呀 蒙上眼睛我来帮你 我本来就看不见 不会紧张的 小翠无奈地表示 我是第一次做血族 是我会紧张 说吧 便对着蝙蝠的脖子 一口咬了下去 蝙蝠就这样成了血族 第二天一大早 蝙蝠醒过来后 惊讶地发现自己 恢复了视觉 小翠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醒得真是时候 快来吃点东西 我老家精灵 有一绝美味 多亏血族长老买来食材 才能做这锅救命的 鸭血粉丝汤 众所周知 鸭血也是血 小翠是蝙蝠睁开眼 看到的第一个人 直接一声妈妈叫了出来 妈妈 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然后扑进了小翠的怀里 终于看见你的模样了 你比我想象的还漂亮 小翠无奈地抱住蝙蝠 安抚着她的额头 是的妈妈回来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翠突然被猛力地咬醒 小翠睡眼朦胧地 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蝙蝠 母亲大人 您忘了 今天是我们共同的生日呀 出庸日快乐 老祖宗出庸母亲 与母亲出庸我是同一天 所以一起过生日了 一旁的皇上健壮 赶忙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来 喂 红包是长辈给晚辈的 轮不到你来送 这不是钱 是随我下葬的一副珠宝 九星罐的南洋宝珠 大小正好可以镶嵌在翅膀上 谢谢爸爸 祝爸爸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 永远不死 那我回去了 吃个晚饭再走吧 晚上约了哥们 就不打扰妈妈了 到了狼人山庄 顺便问问 老祖宗几时回家 你小舅舅发消息打听来着 蝙蝠嘴里的哥们 显然是经理 早被小翠看穿了一切 就在蝙蝠从城堡离开后 小蜜蜂又搞偷袭了 这天晚上 山庄上下又是一片灯火通明 经理已经等了半天了 蝙蝠突然飞了过来 我的床已经铺好了 贵宾快来休息下吧 蛮自觉吗 等我变回人形 就在蝙蝠变成人形后 贵宾您的头发 我的头发怎么了 本想用头粉捉弄这个美男子 没想到他是有伴的 头发好几天才会长出来 你们那就吐着约会吧 蝙蝠照着镜子很是自卑 别看我 我变丑了 不丑的 没有毛发的修饰 自然圆润又光滑的脑壳 您的光头倒映着晚霞 就像一颗照亮我人生道路的夜明珠啊 蝙蝠心里在想 想打他 被夸得好感动 但还是想打他 两个帽子迭代这样 谁也看不出头发的异常啊 只是仓促找来还没洗 贵宾别嫌弃我的味道呀 蝙蝠试探性地闻了闻袖口 怪不得有骨奶味 经理在柜子里找到一件裤子 这是配套的裤子 蝙蝠听罢 直接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 经理看着蝙蝠修长的双腿 要不我帮贵宾穿上 说吧 经理来到蝙蝠面前 蹲下身来抚摸着双腿 你在干什么 都成这样还吓得去手 你不懂得挑食吗 不懂不懂 贵宾就是美 怎样都最美 世界第一美 下一秒 经理便将蝙蝠按到床上 此处省略八百个字 我就要去很远的地方 很长时间见不到贵宾了 是换牙之后的历练旅行 哼 贵宾愿意等我回来吗 那你可得快点回来 不然我说不定把你忘了 经理抬起蝙蝠的大腿 这样的话 我只好给贵宾留个记号 蝙蝠 你可不准乱咬 万一把我变成吸血狼了 送给贵宾一个吻 希望贵宾想到他 就能记起我的模样 行李还没有收拾完 贵宾先休息吧 晚安哦 经理走后 蝙蝠看着大腿上留下的嘴唇印 什么嘛 明明只是个小屁孩心 差点为他跳出来 经历过几次失败后 小蜜蜂最终还是放弃了 说说看 关于拆散一百对情侣的任务 这个月的业绩如何 报告大王 这个月我用诗意粉 拆散过四对情侣 看着这么多的情侣 这些家伙现在都分手了 不是的大王 其中两对的感情反而更深了 另外两对也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了 我甚至收到他们送的锦旗了 不管怎样先挂起来 挂高些 要一进门就能看到 挂完回来 我们聊聊你任务失败的问题 挂完锦旗之后 小蜜蜂慌张地走了回来 大王示意他做 几对情侣都搞不定 你的工作能力太让我失望了 大王 我错了 嗯哼 错了要怎样惩罚呢 下一秒 小蝴蝶拭去地将身子转了过去 露出一对翅膀 算你自觉 多漂亮的翅膀呀 晶莹剔透 闪闪发亮 大王抓着翅膀爱不释手 要是能扯下来送给我就好了 小蝴蝶疼得大叫 大王轻点 我翅膀上的粉末是湿一粉 下一秒 大王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小蝴蝶赶忙道歉 大王却一脸猛逼地问道 我是谁我在哪 湿一粉撒到大王了 什么粉 好吃吗 大王不记得了 我是你的手下呀 手下 那我们在干嘛 大王要拆散一百对情侣 因为我差一点就拆了四对 你正在表扬我呢 大王居然真的相信了 那你真棒 奖励你一个亲亲 谢谢大王 我会继续努力拆散他们的 等不及了 给我带路 本大王这次要亲自出手 在小蝴蝶的带领下 两人爬上了城堡的窗户 看着屋里的两对 大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屋里的三个人在斗地主 王爷三四五六没有气 肯定是前世积攒下来的功德 然后直接去拿皇上的牌 吸血鬼见状出来打抱不平 喂 你怎么抢哥哥的牌啊 王爷好像想到了什么 糟糕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从小皇兄处处让我 所以养成了随便要他东西的坏习惯 吸血鬼很是惊讶 你就一直乱拿哥哥东西到大吗 不 我一直在努力改正 长大后几乎改好了 传国玉玺和龙袍在此 恭贺太子殿下明日登基 看着面前的传国玉玺 皇上看向一旁的王爷 王爷看到后 直接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这次我不要了 就在三人洽谈往事的时候 突然从窗户上飞来一个东西 吸血鬼看到小蝴蝶后 又是那小鬼 我去收拾他 就在吸血鬼追出去后 窗户上飞来一堆暗器 王爷见状赶忙用身体 挡在了皇上的面前 自己却被射成了刺猬 说话间 一只暗器又飞了进来 直接划破了皇上脸皮 下一秒 皇上瞬间泄了气 一下摔在了地上 王爷淡定地 拔着身上的暗器 皇兄应该好好藏在怀里的 皇上见状 话说大家都是同一种东西 你怎么没漏 皇兄忘了 我一贯厚颜无耻 皮肤比你厚很多呢 另一边吸血鬼 很快追上了他们 那大王又甩出一堆暗器 我的刺脆有剧毒 刮破一点皮肉 立刻一命呜呼 你未免太想看血族的法术了 说着那吸血鬼 便运行起了法术 下一秒 直接召唤出来一群猫咪 这一招下来 差点没让大王尴尬死 爹爹醒醒 帮我使个厉害的魔法 往回掩面 猫咪突然出现 困着呢 昨晚老郎搞太久了 你是吸血鬼请来的救兵吗 那也来尝毒刺的厉害吧 一个响指 大王他们便被猫头包围了 这是什么东西 我要窒息了 爹爹怎么也变这玩意啊 什么叫眼 我的喵喵 可比你的胖多了 皇上在吗 你要的奶茶做好了 你们这是 在干什么 哪里来的女人也来碍事 说着便再次打出暗器 姐姐不要出手 这里挤不下更多猫猫头了 还是完了一步 小翠直接在院子里 召唤了一颗核弹 爹爹 刚才那招 是咱家传女不传子的秘籍吗 孩儿不宜我也要学 乖孩子 爹不许你学那些粗暴的招式 爹不教 我就把您舔屁屁的小视频 发给狼王 总共十句 高清微剧 猫咪看着手上的视频 面对威胁 下一秒突然哇哇大哭了起来 可是爹也不会吗 蝙蝠追了过来 刚才的奶茶忘加奶了 你端走的只是茶 想开点儿子 也许火系魔法是 血族美女专属的秘书 看着蝙蝠也会火系魔法 猫猫头才是咱老爷们儿的浪漫 另一边 小翠已经把大王两人 逼到了墙角 见到小翠后 大王两人疯狂逃跑 追 别让两个小鬼跑啊 此时的小蝴蝶推着轮椅 以120公里的时速 疯狂逃窜 两人跑了半天 惊讶地发现 一间房子也打不开 想在我姐家里 找没锁的门 白日做梦吧 那道门开着 太棒了 你先推我进去 然后跑快些引开他们 大王 我不能跟你一起躲吗 两个一起目标太大 你会害我被发现的 蝙蝠和吸血鬼 在后面大海 等等 那不是门 好漂亮的屋子 陈设像天空一样 飞就是这种感觉吧 下一秒 小蝴蝶推着大王 直接从阳台上冲了下去 怎么会这样 我不要死 我还没有从毛毛虫 变成蝴蝶 对 就是那样的蝴蝶 这是死前的幻觉吗 就在大王绝望的时候 小蝴蝶直接飞了过去 得救了 原来你用一半翅膀 也能飞啊 不能 那你跳下来干嘛了 我不要大王摔死吗 你个二逼还有脸说 连你自己都会摔死啊 但是 你死掉我也会伤心到死掉 又没有区别的 大王被小蝴蝶的一番话 给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害怕死会很痛吗 当然很痛啊 你个废物傻瓜大笨蛋 千钧一发之际 吸血鬼挥动着白色的大翅膀 接下了小蝴蝶 吸血鬼和蝙蝠两人变出翅膀 将两人救了下来 看着怀里的小蝴蝶 没事吧 伤到哪里了 看着吸血鬼慈祥的模样 小蝴蝶扑进怀里喊了一声妈 吸血鬼安慰着他 不哭不哭 我们回地面去 第一次近看小舅舅的翅膀呢 洁白圣洁 再配上那张慈祥又美丽的脸 简直是一副天使豹子图嘛 大外生是标准的血族服役呢 不说话的时候 这家伙真不愧是贵族气质 什么东西那么闪 这钻足有二斤重吧 它怎么飞得动呢 中间怎么藏了一颗犬牙 这无疑是精力换下的牙 蝙蝠赶忙便捷 别乱想啊 狼人没有乳牙送出恋的习惯了 吃点东西压压惊 然后老实交代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拆散百对情侣 它是蝴蝶精 我是毛毛虫 拆散情侣是为了帮我快点化蝶 原来从前的大王 每天都坐在离婚调节所门口 伙伴们都化蝶飞走了 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都怪你打不拨 非要咬嘴唇 才把狂犬病毒传给我 蝙蝠也携带狂犬病毒 说不定是你传给我的 说来 每次有同胆化蝶 几乎都有情侣闹分手 楼下的情侣还在吵 祖讯说的 对血族就是不能找狼人 我懂了 想要变成蝴蝶 必须多拆散一些情侣才行 跟我去找杰洛斯大人治病 治好了 老死不相往来 离婚调节所里 当然都是分手的 有种你上婚姻介绍所看看去 你这纯属封建迷信 小红啊 你排查一下狼人的疫苗接种情况 说白了 就是见识手 你应该跟我回坟看看 什么叫血族的问题 我们每年都安排体检的 开他的棺材盖见见试面 那花样繁多的 小伙看了想结婚老汉 看了都回春 您给我变回猫去 现在便立刻变 说着两人便打坐了一团 小红接过电话后 不一会便赶来了 小翠 臭丫头 我来咬你了 小红姐 快来看看这两个小妖怪 干嘛 狼外婆今天不想吃小孩 她俩一个不能化蝶 一个不能飞 得四处犯坏 你能给他们治治吗 这只没到日子 就破咏了 蝴蝶经在咏中度过少年时代 成熟之后 破咏成蝶 这种扮大孩子 显然是变到一半出了意外 原来在小蝴蝶的童年 有这么一种惨痛的经历 咏里有一只小蝴蝶 好漂亮哦 我要养你做宠物 可是飞走了怎么办呢 有了 没收一半翅膀吧 吸血鬼无奈地摸着头 那翅膀还能再长出来吗 蝶腰一生只做一次咏 哪有回炉重长的机会呢 这只看上去倒是一切正常 最近胃口怎么样 吐过丝结过茧吗 啥是茧 刚才就想问了 变蝴蝶还要结茧吗 大王无辜地看着众人 要去哪里搞这东西啊 我给你介绍单身狼人吧 你俩这智力门不当户不对的 俗话说 破茧成蝶 不做茧 当然变不成蝴蝶了 我又不懂这一步操作 你不会问他吗 对啊 你怎么从没跟我说过 等等 我好像问过你 时间回到多年前 又捉到新宠物了 一只毛毛虫 原来大王和小蝴蝶 从小是被同一个小学生糟蹋的 这是哪里我的窝呢 你翅膀哪里来的 我的总也长不出来 就我出去就告诉你 不然说了也没用 这个简单 大王直接打碎了罐子 好厉害啊 你是哪种蝶腰的幼虫 谁知道呢 你也挺厉害 你有翅膀啊 翅膀到底怎么长呢 我真的太想飞了 你想飞去干嘛 我的梦想是飞过大海 占领一个小岛 做妖怪大王 你要是愿意跟着我 我可以收你做手下 我去不了 那就各走个路 快告诉我 长翅膀的秘诀 你也别去好不好 说吧便挥动翅膀 让大王失去了记忆 我是谁你又是谁 你是妖怪大王 我是你的手下 是吗 那我们刚才在说啥 你刚才问我 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想起来了 每次提到长翅膀 你就甩我一脸失一分 而且 你明知拆散情侣行不通 却一直看我犯傻 啊 气死我了 走了 再也不想看到你 等等 你去哪里 突然小翠慌张地跑了进来 小红 皇上情况不妙 快跟我去看看 喂 你还记得我是兽医吗 这是皇上和王爷的脸皮样本 众所周知 皇上比王爷皮薄 自愈能力也差很多 皇上被小毛虫的毒刺刺伤 毒液又不断侵蚀伤口 脖子上的窟窿不能自愈 所以才会一直漏气 怎么知呢 皇陵是风水宝地 封锁地宫睡上觉 尸身会在关中慢慢复原 那很简单要睡几天 古籍记载需要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